他被控38条罪名 却因证据不足 被法庭当庭释放 但他还不知道 一个人已经死死的盯上了他 下一秒他就被举了高高 哭吃就是一下子 差点就把他的腰子摔出来 而摔他的正是高级独察 马军 几年前 贤伟渣带着两兄弟 一路从越南打到了香港 他们心狠手辣 专门挨干一些黑吃黑的生意 这天 虎吃中的阿渣玩的正海 一个小流氓却走了过来 让他滚一边拉 他没有说话 回到了座位 拿起酒瓶子 哭吃就摔了过去 此时 马军带着大批警察 走进了酒吧 阿渣的小弟 栽愣的走了出来 那个酒瓶 是我扔的 马军擦了把脸 叭嘻就是一个大嘴巴 两人二话不说 就撕巴了起来 但他哪里是马军的对手 两个回合不到 只见一盖啤酒 就从他的口中喷出 直接就被干服了 但谁曾想到 这两人是多年的搭档 而华生 就是警方安插在阿渣身边的卧底 高尔夫球场里 大师兄带着一票人马 怒气冲冲的走来 他叭嘻就把凳子给摔了 原来 他八千万的货 前几天被兄弟三人给黑了 阿渣还嚣张跋扈的 骂他是个丧门星 让你运货去运了 你不是说刮风就是下雨 运了两个月了兄弟 你以为上下酒啊 阿渣叙叙叨叨个没完没了 此时老二托尼赶到 直接一板豆子飞出 他哭吱一炮子 叭嘻又一炮子 一个大跳 直接把凳子干出了一万来米 双方大打出手 确切地说 阿渣一方就是他们的活爸 几个回合下去 阿渣的小弟伤亡惨重 其中一人还被无情地镶进了柜子里 三个江湖大佬准备替阿珊出头 但托尼明显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此时阿渣打来了电话 他已经加了一万块钱的汽油 准备随时撞死四眼的媳妇和孩子 你敢威胁我 就是威胁你 人道请你吃短饭吧 没过一分钟四眼认怂了 阿渣的事我不管了 别乱来啊 我就但不知道 阿渣 有空一起去玩 你早这么说就好了 第二天 阿珊正要领着老婆孩子出去乐呵 手刚伸出去 阿虎一个大跳 哭吱就给了他一刀 妇女和孩子跑了 但阿珊却像饺子馅一样 被阿虎堵在了车里 阿虎右面砍得不过瘾 又跳到了左面 这时一辆车哭吃就怼了过来 有警察 上车 阿珊被砍了三百来刀 侥幸的活了下来 他发誓从此改过自信 重新做人 转做了警方的污点证人 这个男人跳出了disco的最高境界 他正是越南帮的老大阿渣 之所以这么嚣张 是因为他有两个好兄弟 老二托尼 一言不合就能把人踹出八百来米 老三阿虎手机掉进了马桶里 一击眼就直接把马鸟干碎 就在这天 他妈过八十大寿 摆了八百来桌 却一个人都没来 原来 所有的宾客都被请进了警局 由于他们嚣张拔货的性格 警方又开始对他们动手了 老二托尼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托尼找到了经理 想借他的车用一下子 三兄弟兵分两路 准备开始逃跑 等警方赶到时 经理已经被消备过了气去 华生找了个机会通知了马军 但没想到 托尼就站在他的身后 直勾勾的盯着他 华生 把你电话给我 他直接拨通了最后一个通话记录 而另一头接电话的正是马军 两人谁也没说话 静默了八个小时 我们正在去码头 华生自溜一下就跳下了车 在地上滚了三万来圈 托尼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 哭吃一下就把他撞飞了出去 还好只舍了一条腿 并没有死 而另一面的阿渣 被警方追得像狗一样的嗷嗷狂撩 把他妈都给赶吐了 最后还是被警方成功抓获 法庭上 法官列举了他多项罪名 问他服不服 不 案件押后本年五月开庭 阿渣依旧在看抽所里 跳着他魔性的舞步 大哥 我和阿渣会在女上厅之前回来 我不会给华生和阿渣 出庭作证的机会 一枚炸弹被塞进了烧机的肚子里 他们还高兴地和烧机合了个影 从这天起 华生终于可以脱离卧底的身份 而女友还告诉他 他马上要当铁了 双喜临门之时 马军却看到了一个手持遥控器的人 下一秒 微波炉里的烧机 哭吃一声发生了爆炸 气流把所有的人都掀翻在地 黄警官当场牺牲 而冰冰也晕死了过去 就在当晚 托尼和阿虎带着重型武器回到了香港 他们开始了复仇之路 阿珊被阿虎一辅子送走去见了上帝 紧接着 大侠也被一枪抱头 去野 刚走到自己车旁的四眼 就看到了阿虎 只听当的一声枪响 他就下去跟那哥俩斗地主去了 现在能出庭作证的只有华生一人 而他的女友已经落入了歹人的手中 还叭唧挨了个大嘴巴巴 而另一边 马军在医院里发现了阿虎的行踪 他苦苦追赶了八百来公里 二人终于在一个菜市场相遇 被打鸡眼的阿虎 气急败坏地把一个小孩摔成了重伤 马军怒了 生生暴击了他三个小时才算罢休 等警察赶到时 阿虎早晚 马军一个重摔 就把他扔在了栏杆之上 说我呀 哪里呀 你快点来哦 挂断电话 托尼就拿起了凳子 把自投罗网的华生打了个半死 几个小时后 双方进行了交易 马军孤身一人走进了托尼的包围圈 托尼啪啪两枪 就打在了刚上岸的华生屁股上 马军也不甘示弱 哭吃一枪就打掉了阿渣的半只耳朵 看着华生安全的离去 马军再也没有其他的顾虑 马军啪啪两枪干掉了两名小弟 随后抱着阿渣摔进了仓库里 但阿渣趁乱挣脱了处处 他手持冲锋枪 对着仓库一顿疯狂的扫射 四个人从不停的方向 开始突突仓库里的马军 马军连滚带爬 翻越了丛山峻岭 啪击一枪干掉了屋顶的狙击手 阿渣怒了 一缩子子弹下去 把同伙都给干凉块了 托尼冲了进去 哭吃就是一喷的 两喷的 三喷的 四喷的 五喷的 直接把马军喷出了仓库 他以180倍的速度开始狂跑 兄弟二人紧追起后 而另一边 华生将女友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后反锁了车门 他不能把兄弟一个人留下 那样自己太不是人了 而此时 马军消失在了一片草丛中 阿渣怒了 爬到了一个制高点 开始瞎他们吐吐 华生一脚油门就把他撞上了天空 马军夹击一枪就打在了阿渣的后球上 他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华生捡起了枪 也想上前和对方比划比划 却被没死的阿渣抱住了大腿 摔了个大马爬 华生急在了他的身上 把阿渣的脑袋往地上死磕 地上不过瘾 他又框框的往后背向上撞 托你怒了 你敢这么揍我大哥 他连续两枪打穿了华生的肩膀 托你和马军二人 开始你一枪我一枪的对决 最后双方都没有了子弹 开始了真正的肉搏 托你哭吃一脚没踢着 叭嘰一脚又没踢着 走一脚还没踢着 托你怒了 哭吃一脚终于踢着了 马军有点懵逼 但还是不服 他选择了不多闪 开始硬钢托你 几个回合下去 托你就有点受不了了 开始被马军蒙着脑袋暴揍 紧接着一个被碎把托你的衣服都给扒了 马军来劲了 把自己的外套也给脱了 完蛋了托你 他开始了一套急速的王八拳 这回托你招架不住了 他一个大飞脚 只听哭吃一声 托你服了 他笑了笑起身还想跑 马军搜一下就骑了上去 死死的勒住了他的脖子 只听一声怒吼 结束了战斗 故事的结尾 华生迈着坚强的步伐活着走了出来 本片玩散会